明国奇人张静江念佛记 1926年张静江继孙中山之后 成为中国国民党第二任主席 1932年初 128事变爆发 日本侵略者侵略上海 炮火烈天 喜伤面地 静江多吃点 你这是怎么了 我决心从今天开始吃素念佛 表示对死难同胞的哀悼 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杀生了 南无阿弥陀佛 1935年张静江写信给应光法师 请教念佛时应该如何用功 静江 念光法师来信了 快念念 信上都写了些什么 法师说 你念了几年佛 知道念佛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吗 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原来如此啊 法师还说 坐船过海 靠的是船力 往生 靠的是佛力 阿弥陀佛的力量 无论功夫 是浅 是深 功德 是大 是小 只要成佛愿力 人人都能 往生极乐 往生西方 竟真人 张静江写全家之人 他晚年双孽失明 念佛却更加行业 1950年9月3日 张静江在家中病逝 安详往生西方 当时 他的家人看到一道金色的光芒 从房间中穿过 都被这瑞相惊呆了 后来 张静江的往生故事 被收录在西方工具 这本书中 张静江的一生 充满了传奇色彩 他的前半生 致力于建造人间净土 愿望虽然美好 却无法实现 后来 他终于 幡然醒悟 再晚年 一心念佛 终于 往生西方净土 从民国奇人 到极乐盛众 张静江 书写了 人生最美好 最辉煌的传奇 这本书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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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